下午茶時間 喝杯紅茶 輕鬆一下 圓內還可以延年益手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附屬機構 國家癌症研究所 針對飲用紅茶 和死亡率的關係 進行了長期研究 發現每天喝兩杯紅茶以上的人 因為任何原因死亡的風險 給不喝的人 降低9%至13% 這個研究 在8月30日 恆登在內科醫學連監 研究涉及超過49萬個 40至69歲的 英國男人和女人 而死亡的數據 就由英國國民保健署提供 當中有85%的人 說自己有喝茶的習慣 其中89%是喝紅茶 研究結果顯示 無論飲用的人 是否都喝咖啡 是否都在茶裡 添加糖分 或者奶 又或者喜歡飲業 還是飲冬 都呈現一樣的結果 於是 我們 Jill 在這裡 有錢 在台幻